厌于常说 道高一池 谋高一丈 又说 好似多谋 这些话 我们仔细观察 可以说 自古至今 中国外国 以后成了一个定律 想做好事 总有人来破坏 这个在佛法里面叫魔障 为什么会有魔障 原因非常复杂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给一切众生 借下这些怨恨 在六道里面 难免不再碰头 碰头的时候虽然不认识 可是阿赖耶诗里头 集结的那些怨恨 不会消除 遇到的时候 他就会起信心 就会起作用 就产生了种种的障碍 这些怨恨 这个是在所不免的事情 纵然是世尊 出现在世界 生团里面 有提破大度 有六群必修 在这个里头 扰乱生团 生团外面 有六思外道 专门 找释迦摩尼佛麻烦 这是世尊当年在世 世线跟我们看 换一句话说 成了福 硬化在世间 教化众生 这些事情 还在所不免呢 空老夫子 在中国历史上 是第一位的大圣人 他也想做好事 一生真的在做好事 俗受的折磨 比释迦摩尼佛还要多 所以我们常常想到 世出世间的圣人 尚且如此 我们想做一点好事 哪有不遭受魔障的道理 或是怎样把这个障碍 减低到最低的程度 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这一定要有智慧 要有定功 决定不被外面 谣言 所动 古德告诉 谣言 只与智天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就不会 为谣言所动 一定 一定 去考察 事实的真相 这个样子 在谣言 才不攻自破 我们才能守得住 我们才能守得住 此次 所谓是望于面识 其余 魔的擅长 不过无事 而已 只要我们自己行得正 做得正 我们自己 对于一切 没有要求 从发力深的工作 也是随云而不叛云 哪个地方有云 我们都住几天 没有云 少住几天 我们对于 这个世纪 一无所求 真正做到了 于人无增 于事无求 我们只有奉心 我们不求利益 我们只是不失 绝不求收获 所以 魔的势力再大 也不能动摇 我们 魔能够破坏人 是你有得实心 你有厉害的 这个顾忌 魔才能够伤害你 你没有得实的心 没有占有控制的意义 魔就不得其变 即便成熟 我们辛苦一点 多为社会 众生做一点事情 没有这个机缘 我们自己 独自在 身心无事 自在 安落 注意一下 哪里有魔障 所以障元 都是生在自己 患德患实的念头 佛在经论里头 也在告诉我们 这个念头是错误的 事出事件 一切法 皆不可得 此事的真相 相有 体无 似有 理无 这个在 经教里面 我们已经 多了很多 听了很多 可是我们的境界 依旧转不过来 这也是事实 为什么转不过来呢 熏悉的力量不够 我们无时接来 在这一生当中 可以说是 时时刻刻 都接受烦恼的训续 这个训续的时间太久了 力量太强 我们在 复发的 训续 时间短 力量 不弱 这就是 正念 敌不过 这些 到底在此点 到底在此点 如何使我们的正念 产生力量 受到效果 没有别的方法 只有密集的 读诵受持 所以我们想想 世尊 当年在世 四十九年 天天讲经说法 每一天讲经的时间都很长 不是像我们现在两个小时 佛自己说法 佛爷命令弟子说法 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这个经里面常讲五种人说法 不单 常随弟子说法 再加二种 也说法 这是我们在经典里面 看到的记载 佛用这个方法 加强我们训习的时间 加强我们训习的力量 这样久而久之 人才能开悟 才能真正明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就是 佛家讲的大车大雨 佛法教学的目的就在此地 觉悟之后 就不会再迷惑了 觉悟之后 自己自信本具的智慧得能 谢谢 不但自己得到泄脱 泄脱 解除剑四烦恼 脱离六道轮回 再解除 沉煞烦烦 脱离十发剑 然后再 解除 无明烦烦 真的无上不提 解脱两个字的意思 我们在华严经上 看到许许多多人 修学成就 得到泄脱 得到泄脱 法门无量 那个法门就是 泄脱的法门 用泄脱两个字 比用正果两个字 好啊 先坐地头 有阴 有狗 我们听了 容易明白 诸佛菩萨 烈代 祖无思大德 在家修学的 这些善知识 世尊在世的时候 我们在经上看到 唯一魔俱色 无量寿经里面 给我们列 贤护等十六阵子 唯一魔是在家佛 贤护是在家的 在家佛菩萨 他的地位 跟观音师志 文术普贤 相等 在家修司 这都是 我们的榜样 都是我们的 定型 这一次 讲解 无量寿经 我介绍 行后菩萨 用了六个小时 我们认真要学习 才能够 有成就 这一生 才不至于 空固 佛法 讲经 说法 意思虽然很多 其中有一个 很重要的意义 破米开悟 这常说的 断以身心 所以我们有疑惑 如何能把疑惑破除 要从经教里面学习 调查四十真相 我们的疑惑 就能断除 这个是智慧的方法 决定不能说是 人缘云 云 那就不免要造罪 四十真相 还有可以公布 让大家知道 还有不能够公布 让大家知道 这是不是秘密 不是 给你知道 不给你知道 都是爱护你 比如 佛教典籍里面 大家晓得 比丘戒 比丘尼戒 没有受过戒 的人 绝对不可以读 那是不是秘密呢 为什么不给你读 不给你看 不准你听 你要晓得这个道理 佛是怕你 听到这一部分东西 看到这些戒律 你会批评出家人 你犯了戒 你有过了 你自己造业 是这个事情 哪有什么秘密 佛家里头 没有一样东西 不可以告人 但是 有十几英语 你没有这个程度 告诉你说 会坏事啊 没有好处 对你自己没有好处 对团体没有好处 你程度够了 你有智慧 你什么都可以知道 什么都可以了解 为什么呢 你通权打兵 你能够护持三宝 护持佛法 能够利益众生 而不损害众生 道理在此地 决定不是秘密 没有秘密 然后才知道 这个世出世间的圣人 他们的智慧 确确实实 比我们高 他们固权的地球 比我们周远 我们无知 所看的 不够深 不够广 不知不觉当中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到古报现前的时候 后悔就来不及了 这个谚语里面常讲 是地狱门琴 僧道多 这个话意思很深 为什么出家人都坐地狱 你自己想想 什么原因 佛的一句话说 吃米 第一个因素 就是吃米 鱼吃米后 你不开窍 你不觉悟 什么都要去打听 什么都要去干涉 这就是造业 六族慧能大肆讲得好 若真修道人 不经免世间过往 他非我不非 若非却相坐 坐是往下堕落 这个几句话 惊于良言 我们能够 平手奉行 这一生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最西方人说 众生最大的毛病 念念想控制别人 念念想占有 人死无啊 从生到死 患得患失 哪里知道 得实是一场空啊 真正有智慧的人了解 一切法都不可得 所以他心安 心安理得了 四十真相明白了 心安 一切经验当中 他真的是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所以成就圆满功德 这些话 佛不晓得 讲了多少遍 后世 这些祖师大德 我们在一起 也都不断在重复 为什么要千遍万遍 重复呢 记不住 不管用啊 听了的时候 觉得不错 出来门的时候 又忘掉了 这个就是说 我们敌不过烦恼习气 所以为什么经历要天天读 要天天听 天天在训习 即使我们正念 能够辅助邪念 我们就有希望 往生才有把握 念佛的人 不一定过过往生 看你灵命中时 能不能克服烦恼 灵命中时 如果妄想烦恼习气 超过你的阵力 往生的机会就失掉了 这一段事情 佛菩萨 祖师大德都劝导我们 平常要养成 你才真有把握 灵命中时 那个时候 横靠不住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 所以读诵大臣 听教文法 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 非常重要 人 劣根性在握的人 如果语言殊胜 文法的机会殊胜 这个友好的同传道友 都能转变得过来 为什么呢 一切众生皆有佛心 一产体也有佛心 只是他欲言不胜 他才会堕落 所以佛法将语言生法 他不将阴生 讲语言生很有道理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